大家好 关注菩萨拉 做菜拿着一下 我是香菜到菩萨拉 今天我们大家分享一道美菜高肉 下面先把这个肉 放在锅里煮一下 这个肉我们一定要把它煮透 把它煮软 煮透煮软 肉煮软了 好像这个肉已经煮得可以了 煮了50分钟了 希望我们要把它清凉 一定要把它煮透煮软 这个肉 这一步是很关键的一步 然后下面把它用这个筷子 我这个筷子比较细 刚好插这个扣子就刚刚好 如果没有这个用芽 先炸一下冻 让它的油冒点出来 然后这里面是放的白醋和水 白醋对着水 把它抹去 下面就是放盐 这两步的目的是 这两步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扣子 待会儿炸的时候 炸得更软更脆 这个皮更脆 它会更容易起糊 好可以了 今天我这个扣子是 什么酱油 什么蜂蜜 什么可乐都没放 它是炸不来的时候 就会有炸的就是那种 金黄色的效果 所以说我们不用可乐 不用蜂蜜 不用黄色 不用抹老抽 一样能做出金黄色的扣子出来 它扣子的油温一定要高 七层油温 这个干准备好 我们一定要做好自我 防护一些 所以扣子炸出来的时候 它里面的油 它会叼得到很多时候 很容易煞到我们 把它里面的油把它炸出来 现在再把油温升高 把它炸一下 这个油放得比较爽 所以说这个肉的上面一层 它没有被油盖掉 我现在把它稍微加热 可以了 把它泡在水里面 浸泡半个小时 它虎皮自然就会 然后待会我们就准备开始切了蒸 现在我把这个盐菜 这个梅菜把它洗一下 泡一下 把它用凉水 浸泡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就可以切了 现在这个梅菜已经都泡好了 水分即干了 待会把它切碎 然后这个扣子炸子 切了 它的虎皮已经完全起来了 非常的漂亮 现在我把它切一下 切嘛 这个梅菜把它切一下 切好之后把它的水分把它移干 可以了啊 然后稍微过来切扣肉了 它们就把这个梅菜炒好 把这个肉把它盯在上面就可以了 它们已经先把这个梅菜把它干成 好 然后可以放适量的油 把它切周围 然后把它切成 放适量的油 然后把它切好 然后来一点这个 大约辕 然后和这个梅菜 少许带一点味 然后放点一块 放点鸡 放点鸡 放点椒油 然后把它盖在马甩上 然后再把这几块肉 几块1小六的肉把它放在上面 再来调少许的味道 再来一点麻婆盐 来一点味精 来一勺白糖 来两勺鸡 再来一点胡椒粉 再来一点干辣椒面 然后这个姜油水 这个是姜油炖的开水 放一点这个姜油水 不然这个肉蒸出来会没有油脂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油 放点猪油 为什么要放一点猪油 这里有人会有疑问的 为什么这个肉里面这么多油 还要放猪油 这一个道理就跟我们一个 辣味 跟我上次讲的辣味 要用野水泡一样 就是一个以毒攻毒的效果 因为我们这个扣肉里面 它是用五花肉做的 它里面那个含油比较多 所以说我们还要放点油 待会蒸的时候 它就会慢慢的把肥肉里面的油把它吐出来 起到一个以毒攻毒的效果 把肉里面的油把它逼出来 最后蒸出来的时候 我们这个扣肉 它就不会有那种吃起来很腻人的感觉 所以说这个油一定要放 一定要放油蒸透肉 吃蒸出来它这个肉 才会有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 大块的躲移的吃 下面就用保鲜膜封好 进入蒸位 蒸至90分钟就可以了 一次性把它蒸到位 全程大火90分钟 好了可以了 这个扣肉已经蒸了 90分钟之后再见 好了可以了 这个扣肉 已经蒸了 90分钟加热 然后撒点酸 放在上面 就可以了 今天再晚扣肉 可以这么成功 你看 颜色也高位 真的火候也刚好到位 已经慢了 放在上面 豆子香味都出来了 和一个梅干菜的香味都出来了 这边都学会了吗 学会了 又关注一下 没学会了可以私信 或者在里面多多留言 这是今天一个梅菜扣肉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 霸气的梅菜扣肉 你看这些美女都是 面无表情吃扣肉 抖音上是面无表情吃柠檬 你看这样大块的扣肉 又来了一位眼镜吃货 眼镜吃货 这位美女有点 她有点秀气 还 对啊 怎么这么瘦 吃这么一点点 对不起 你这个身材 好吃吗 还剩下最后一片 啊 抓住机会 抓住机会 同志们 最后一片了啊 肥而不腻 今天这个梅菜扣肉是 既没有放糖色 又没有放蜂蜜 还没有放老抽这些东西 三次之类的 就是 一个动作啊 抹了一点这个白醋水 炸的是非常的 也是金黄颜色 非常的好看